新娘不会入洞房 丈夫就找来小姐当面示范 女人觉得丈夫简直有病 拼死反抗正托束缚 等男人准备对她实施侵犯时 她一脚把人踹晕过去 然后连夜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俗话说 好女不嫁会安男 因为会安夫妻拜堂后 新娘三天不能踏出房门 不准吃喝 更不能上厕所 即便忍得腹痛难耐冷汗直流 也只能憋着不准出去 更过分的是 婚后第三天 新娘就得回娘家 因为根据老祖宗的规定 夫妻一年只能见三次面 直到生出第一个孩子 新娘才可回婆家与丈夫团聚 年幼的惠花不懂什么是规矩 只知道在见过嫂嫂的窘状后 便对婚姻产生恐惧 从此留下心理阴影 发誓自己绝不嫁人 可随着年纪渐长 惠花已然是个大姑娘了 母亲准备物色一门人家 看着堆积的聘礼 满盘的首饰 惠花没有期待 只觉得闹心 很快 男人们初还补鱼回来了 搬台护物时 村里女性一同前去帮忙 惠花大嫂银刚生产完 手上无力打翻了鱼篓 惠花大哥看到 立马冲上前拳打脚踢 婆婆虽然同为女性 但根深蒂固的思想 根本不会帮着儿媳说话 而更可悲的是 即便有了孩子能留在婆家 但动辄打骂也是家常便饭 那可想而知 没有孩子 一年只能见三次面的夫妻 要是被人抓到偷摸私会 又会是怎样的指指点点 村民怒骂出嫁你 不要连不守复道 即便女人解释 自己只是想早点怀孕 况且他们是夫妻 见面了又怎样 但村民们根本听不进去 而出嫁女丈夫 从被抓耐克 就再也没说过话 村长让她管教妻子 她虽面露为难 却还是缓缓抽出腰带 女人看着丈夫 西纪的眼神慢慢转为失望 她就算是死 也不愿受这种屈辱 于是刚烈地出嫁你 头也不回地撞上尖锐竹竿 自我了断 惠花看到大嫂和出嫁女的遭遇后 更加坚定了自己不嫁人的决心 她这辈子 只想永远和秀姑在一起 秀姑也阴雨 两人当着神明的面 互换手上银着 结为姐妹夫妻 发誓同身共死永不分离 可现实与理想终究不一样 秀姑年龄已到 家里也早为她谈好了一门轻事 为了拒绝与新婚丈夫同房 新娘一口气在腰间绑了七条裤带 但光滚了大半辈子的丈夫 怎么可能放过她 多次伸手 想把人拉上床榻 甚至从腰间掏出一根装满虫椅的管子 只要把他们倒在新娘身上 她自然而然会把裤带解下 根本不用自己动手 这个方法 是村里男人们惯用的伎俩 不过显然 这个新郎与其他男人不同 遭到秀姑数次拒绝后 她放弃了同房念头 既表明自己不会强迫 也表示看不惯那套封建的新婚习俗 劝秀姑该吃吃该喝喝 别太把规矩当回事 说完就两眼一闭倒头大睡 刚开始秀姑还很防备 可渐渐发现 这个男人幽默风趣又温柔体贴 跟自己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她坚定的内心开始动摇 而在往后的同她而眠中 互相喜欢的两人 自然也就顺理成章的 同了房 天亮后 秀姑回到娘家 想到自己破坏了与惠花的约定 她心里难免有些心虚 见到对方时 眼睛也开始有了闪躲 这天两人在搬运时快 天降大雨路途泥泥 略感吃力的时候 恰好遇到了秀姑丈夫 她二话不说出手相助 主动揽下前头更吃力的火 临走前还不忘把身上的雨衣 披给妻子 两人轻易地举动 惠花看在眼里 她心里很不是滋味 为什么这个男人对秀姑这么好 不到三天就抢走了自己的姐妹夫妻 中秋将至 惠花恳求秀姑别去找她丈夫 但秀姑装作听不见 于是为阻止她回去 惠花故意摔伤腿 想让对方留下来照顾自己 可没想到秀姑还是趁着她睡着 拿出早已备好的行李悄悄离开 惠花知道秀姑已经不是她的了 她背叛了他们的承诺 很快 惠花也被家里安排婚事 家里满是聘礼 大嫂也给她看了南方的照片 郁闷的她外出逛街 相熟的老板 请她帮忙照看摊子 不料刚好来买甘蔗的 是她的未婚服 男人是个顽固子弟 见惠花长得漂亮 就带着一帮兄弟调戏 惠花又气又急 没想到自己的未婚服 竟是这样的渣男 她验婚的情绪逐渐加剧 这天惠花无意看到男女欢爱的视频后 跑去询问秀姑 你是不是也和你丈夫做过 见秀姑没有否认 她一气之下 便同意了和富二代大雄的婚事 从没见过这么离谱的闹洞房 新郎带着一帮兄弟 闯入新房展示新娘 未在外人面前有脸 便强势扑倒刚过门的妻子 准备脱下她裤子 来此现场直播 惠花嫡死不从 两人僵持许久 男人顿感没面摔门离去 等宾客散尽招呼完兄弟 男人一身酒气地闯入房间 抓着女人就要霸王硬上弓 结果被惠花一脚踹开 撞在床柱晕倒了 惠花连夜赶回家 而大雄第二天怒气冲冲 找到惠花大哥 威胁她要是不把人今晚送回来 就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就这样 惠花被气冲冲的大哥送了回去 然而更恶心的还在后面 大雄知道惠花没有洞房概念 就从外面找来一个小姐 当面示范男女如何欢爱 惠花觉得这人是个疯子 当即决定要离婚 可退婚要退聘金 聘金在大哥手里 她想找大哥要钱 却看到了病重卧床的大嫂 大嫂得知惠花要离婚 不假思索就把枕下的聘金和私房钱 一并交给她 同为女人 她很能理解 也不愿看到惠花重蹈覆辙 可就在这时 大哥回来了 她把钱抢过 恶狠狠地说这是自己的谁都不能拿 还教训了给钱的老婆 一巴掌下来 本就体弱的大嫂 一口鲜血猛地吐出 她叮嘱惠花一定要坚强 不要像她这样 这辈子都受人侮辱 大嫂去世后 惠花想要回聘金 却发现母亲在给大哥物色下任妻子 她宁愿把钱给大哥找老婆 也不愿把钱退回去了结亲事 母亲的重男轻女 让惠花十分不满 明明两人都是她生的 为什么事事只为大哥着想 你也是女人 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我去死 母亲背弃得哑口无言 将惠花赶出家门 无家可归 惠花只能去找秀姑 可秀姑已经和丈夫计划好去外地打拼 看着那火急火燎的背影 惠花没有阻拦 因为背叛承诺 是要付出代价的 晚上 她摸好小刀 对着妈祖说 当初两人结为姐妹夫妻 说好同生共死永不分离 现在是秀姑父的她 她要了结了对方的性命 两人约在结拜的庙里告别 当聊到他们的承诺时 惠花缓缓抽出底下的刀 可当秀姑说自己怀孕了 她没能下得去手 终究还是心软了 第二天 惠花送秀姑离开 今日一别 姐妹二人不知何时能再见 秀姑夫妻 很感激惠花给了他们离开的勇气 她相信 自己孩子未来一定会活得很幸福 没有被安排的人生 也没有将就的婚姻 临走前 惠花将当初交换的手镯 带回秀姑手上 送人离开 惠花回了家 叮嘱母亲要照顾好自己后 她回到房中 好好梳妆打扮一番 盯着镜中那副美丽容颜 看了好一会 然后漫步在海边 回归自然 与其在不幸人生中消磨岁月 倒不如将现在最美好的自己 永远留下